由佛光山金剛四所成立的台東大學絕青社 已經連續三年在校園評鑑榮獲優良的成績 新學期開始迎接不少的新社員加入 在日前辦理幹部演習活動中 青年們走出校園來到高雄佛光山 看望敬愛的星雲大師 同時也為身心靈充寶殿 走出校園回山看望星雲大師 台東大學絕青社幹部演習來到佛光山 感受心靈平靜 為身心充電 希望透過校外的參觀以及教學 能帶給幹部們更多的啟發 也在這個演習的過程 讓他們開啟更大的正能量 大家有好的教育 大家有好的評德 我們的社會才會合協 特別禮請星寶和尚以及惠評法師 前來語談 能力學子把佛法以及大師智慧 放在心中 在生活中實踐三考四給 開學的就是康達 我們進去社會有這麼多人 真的是非常的開心 漢假過後新學期開始 絕青社再添心血 連續三年校園評鑑成績優異 吸引三十位新同學牧名入社 經過連續三年的優異成績 去年又得到一文類的第一名 所以絕青社可以確定 就是一個很優質的社團 社團宗旨覺察周遭 品味生活的青年社團 絕青社展現豐富活動報告 並現場帶領手作調式教學 希望在新學期洗手更多青年 透過人間佛教指導方針 共同成長茁壯 因為是綜合報導 指導人士建築 哨 鼓勵 影音 劉 喃